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熊宝宝 在我的视频里面呢 我偶尔会分享一下 就是我老公比较喜欢给我做的一道菜 叫cottage pie 土豆肉泥饼 所以呢 会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熊宝宝能不能给一个recipe 让我们来做一下这道菜 因为我们看着 实在是太好吃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这一道又简单又好吃的cottage pie 他所需要的材料呢 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就是一盒肉 你可以选择牛肉 海鲜或者猪肉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土豆 土豆呢 我喜欢挑比较面一点的 因为等一会儿呢 我们要给它捣碎 它非常好捣碎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洋葱 这个呢 今天早上我用了一半 所以还剩下一半 足够了 白洋葱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呢 就是一个红辣椒 一个青辣椒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平时我会自己做一些肉酱 但是呢 今天因为我没有这个肉酱了 所以呢就从超市里面买了一包这种 柜味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的cottage pie 首先呢 肯定是土豆去皮 我不太喜欢这个工作 因为我害怕这种很锋利的东西 我老觉得它要刮到我的手一样的 但是这就是生活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应该是享受做饭的 这才是热腾腾的生活 土豆削好皮之后呢 随便冲洗一下 上面剩下的泥 之后呢 我们给它滚刀切块 这些年 我一直很喜欢吃土豆 我老公也特别喜欢吃土豆 我觉得没有一个老外不喜欢吃土豆的 特别是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是把土豆当成主食 这会儿我们放水 准备把土豆煮熟 水一定要没过土豆 煮土豆的时间呢 是根据你土豆的多少 我今天做的是四个人的量 趁着煮土豆的时间呢 我来把青辣椒红辣椒切成丁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做这道菜 但是我常常看我老公在做 所以说对我来说应该也是很简单 因为第一次做 所以我约了两个朋友来吃饭 但是呢 一直没有回我信息 不知道会不会来 这个青辣椒红辣椒切好了 下一步呢 我要来切洋葱 因为我不太喜欢洋葱 从呛到我流眼泪的感觉 所以把我老公叫过来 让他帮我切一下洋葱 平时这道菜都是他在做 所以呢 他比我更加熟 刚才我介绍了一下 做cottage pie需要的材料 既然忘记了红辣布 所以现在我再来切一点胡萝卜 胡萝卜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在这个cottage pie里面 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好我没有太烙 一会儿就想起来了 还有胡萝卜 这一道怎么能够忘记呢 哇哦 锅里的土豆已经煮了20分钟了 看样子已经熟了 没有透明的感觉 说明它就熟了 把它沥出来 放在煮它的锅里面 加一点点黄油 我就用手这样子切了 因为黄油其实是很软的 我要给它捣碎 怎么老觉得好像插个什么东西一样的 哇哦 我想起来了 要加一点牛奶 要加点牛奶 它才会更加的容易捣碎 而且呢 感觉会更加的细腻 你们不要和我一样 把加牛奶的这一环节给忘了哟 这会儿我们来做肉汁汤 首先呢 烧开一壶水 水开之后 我们给它加进去 这个量呢 大概就是350毫升 之后放在罩上 给它煮开 煮融化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备用 锅里面放一点油 西方人吃又不是很多 所以我炒的东西会很多 但是油很少 首先 把洋葱倒进去 给它煸炒到 发出很香很香的味道 觉得有点少了 再加一点点 再继续翻炒 一直炒到洋葱熟了 而且呢 有一点点变色了 看看就这样子 看看就这样子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牛肉末加进来了 这是超市里面买的牛肉末 已经剁好了的 如果你有经历自己剁的话 那效果会更加的好 我来美国之后就基本上不会自己亲手剁肉了 都会买现成的 一直翻炒到肉熟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其他的材料加进去了 所有的青红辣椒加进去 然后我觉得绿色不太多 不够 我又加了一点点豆 其实豆呢 可加可不加 加起来的话 会颜色更加的漂亮 加一勺盐 然后呢 加一点胡椒粉 按照中国人的做法的话 应该再加一点点酱油 但是我没有 就这样子翻炒 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加那个肉汁汤 因为肉汁汤里面的味道已经很浓了 看看把它加进去了 搅一搅备用 现在呢 我们用一个容器 里面刷一点点油 然后我们加上第一层土豆 给它铺平 包薄的 给它弄一小层 用这个小叉 给它刮得很漂亮 之后呢 加一点点芝士 这一道菜呢 我们要烤三次 这一次呢 是第一次烤 第一层烤土豆泥 我们来烤个三分钟 这是500度 开始烤 要注意的是 我们三次都是用这个boil 就是只把表皮烤焦 烤得好看 不像旁边的这个烤 它是烤熟的 趁这个时间的话 我来收拾一下我的厨房 我喜欢一边做饭 空鞋的时候呢 就把厨房收干净 这样子把饭做好之后呢 我的厨房也不会乱七八糟 三分钟以后 我们拿出来 加上这个肉末 就是肉酱 这次炒的有点多 用不完 这会儿 我们来加上 最后这道土豆泥 这道厚厚的土豆泥 是我最喜欢的 我们给它铺平 再用小勺 给它一点一点的 铺得比较平整 每次用小勺 这样铺平整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享受 会花出一道一道的花纹 我看到这些花纹 就基本上忘记了 心里面还有的烦恼 土豆还剩下一些 我们全部都用了吧 继续来给它弄平 然后我们要再次 准备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给这个土豆的表皮 烤得脆脆的 剩下那么多木肉 明天我又可以煮一碗面了 五分钟以后 这个土豆烤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给它加上一层厚厚的芝士 芝士和土豆在一起 真的是最佳的搭配 再次送进烤箱 再来个五分钟 时间大了 让我们过来看一下 哇 好香呀 滋滋冒油 Look Oh my gosh 天哪 我今天做的是四个人的量 朋友没有来 但是并不影响我享受美食的心情 颜色真好 味道更好 学会做这道菜 你真的是老外心中的女神 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抵抗 充满了芝士味的土豆派 看看 又有人吧 这颜色 这味道 我老公已经忍不住开车了 Hello How's the food Food is nice 非常好吃 是 嫁给我老公以后 无论做什么 他都觉得非常好吃 这让我非常的自信 所以我也喜欢给他做吃的 我喜欢这样子简单的生活 其实生活不需要每天都美好 但是你需要记住一些小美好 感谢你的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感谢观看